于谦的富有你可能想象不到 过生日 郭德纲送一百万小矮马 吴京送两百万大千战狼 新西兰纯血宝马 北京四万平米的马场 一匹比一匹金贵 于谦想喝酒的时候 有地位显赫的十个败把子兄弟陪着 马卫都 吴京 刘薇 于恩泰 孙岳等 于谦想说相声的时候 于谦想拍电影的时候 《战狼2》老师好随便玩玩 就玩出个影帝和国家三级演员 于老师拿过澳门影帝 我儿子澳门影帝 于老师国家三级演员 于谦累了想回家的时候 北京的房子就有十几套 当他生活枯燥想放飞的时候 如果他不叫于谦 肯定不少人以为 这就是个中年老牛头 但于谦丝毫不介意这样的人设 随随便便就活成了全中国 99.99%的男人想要的快乐 就连过得刚都羡慕不已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灯舍的富豪还真是一抓一搭把 孙岳从养大象到颇天的富贵 到底是如何发家的 当年孙岳花了九位数 在北京城盘下了一整栋楼 足以看出孙岳财大气粗 不仅如此 他在北京缓缓都有房 就这还是遮着说了 随便一把扇子 动辙就是上百万 怪不得李荣浩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参加收藏的壁画文物更是一绝 玉云鹏指呼 他是文物收藏第一人 这可不是小玉吹嘘 孙岳的文物收藏 可得到了收藏大家马卫都的认可 很多观众一直以为 孙岳和于谦老师知识不太高调 没想到他们竟如此低调 原来 东云社师兄弟们在台上说的都是真的 除了于谦和孙岳 其实德云社还有一位隐形的富豪 震惊了师娘王慧和赌王千金 仍让郭德纲头疼的德云富豪 估计只有上九夕了 在德云社 郭德纲只对两个徒弟刮目相看 一个是一不小心 就回家继承家业的秦潇贤 另一个就是参加赌王千金生日宴 自幼就爱出国追星旅游的上九夕 但与秦潇贤不同的是 上九夕的家室至今都仍然是个谜 只是知道他把巴黎当成家 为了追求某一线大牌的新品 飞巴黎的次数 比郭麒麟回家的次数都多 为此敦涉师兄弟都调侃他 巴黎是家 他不光自己买 跟张鱼雷和师娘晚会更是成了闺蜜 惹得郭德纲调侃道 不仅如此 郭德纲还曾经透露 能买下半个德云社的 只有秦潇贤和上九夕 现在想来 十六万确实是啥也干不了 而我还在为吃干脆面和泡面而纠结 哎 说得了都是泪呀 关注曲老炮 下期不见不散